老张在咱们海边买套商品房 首先像这么大院子的 他就没有这样的房 对不对 在一个真要是有这么大院子的 你说这个价格是不是得在 一楼带花园 要有这么大个花园 那一楼价格不得卖个三五十万 三五十万哪能下得来 现在小福一般的这三十来个 还是这个村子 有天然气上下水 什么都有的这个村 到海边有个一公里五百米的样子 这套房 从外观上看是不是板净 里面有棵乌葱树 你看都伸出来了 这个绿床白墙 搭配挺好看 这个新啊 这个看着新是那么回事 贴着自然跟这门床颜色 也搭得特别好 是 这个门楼看着也不错 好看 这个房子看得不错 你看这个门楼上面 用贝壳贴出来的那个花 看到了看到了 鱼村的这种象征嘛 拿贝壳做装饰 进去看看吧 门口也很好 大门也很好 进来这个门圈啊 都有吊顶 它是个两截子 你看 上面还可以放点东西 什么放倒截 卖截堆 可能是把财户放上边啊 两截子 四合院 哎呀我看看 哎呀这院也干净 这门还是这种 是一个带造型的这种门 小院一进来 看干干净净的 哎这房子不错啊 对 娃也很新 说咱们这边把这种房吧就叫 呃就是如果是这边满上啊 然后直接怼此的话 把这种房咱们叫做四合院 但是我发的视频之后 北京的朋友就不愿意了 北京朋友说 你们北方这房不叫四合院 你 你们山东这房不是四合院 我说我们这是房吧 在当地 就就这么叫叫四合院 哈哈 只要四面都有房子 就叫四合院 哈哈哈 可能理解是这样的 但是对于人家北京人来说 人家北京人就觉得 四合院不是怎么样啊 你来看看这个吧 挨个看哦这房子挺大呀 你进去看 哇这房子还挺大的 你看里面还带套尖的 这是其中的一间啊 里面是个卧室是个炕 它这个也是一个独立的房 它里面是一间卧室 一个炕 属于大户人家 嗯 这里面是个炕 然后这个外边呢 是一个小厨房 就是有一些人他分家了啊 分火了 就这样一个小厨房 一个餐厅 再看这边是什么 能打开吗 卫生间吧 是卫生间吗 这应该是 看看 对这就是卫生间 卫生间也是上下水的吗 卫生间搞得还也挺干净的啊 还是里面两间 进来看看 里面是个那是个那种马桶 哦上下水的 农村马桶 对这是上下水的这种马桶 这种卫生间啊 在农村来说就不错不错的了 你看带马桶很干净 外面还有一个小院呢 嗯卫生间外面那个院 应该是一个化粪池我觉得 哦对 是吧应该是个化粪池 对这下面是化粪池 嗯 改造的话 这个房间 顶呀什么的给它收拾出来之后 直接就给它做成一个 呃干湿分离的那个外面 那个洗漱里面是卫生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就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房间 可以像城里一样搞这种分离的这种卫生间 这间也是一个厢房 这里面是啥 又是个大厨房 瓷砖 嗯 很干净 很干净 对对对 也是这种大锅道 他们家有三个大锅道 真不少 还挺干净的 老张你说这个房子做了厨房 那这个应该是什么 正常应该是这个是厨房 这个应该是洗澡间啊 我看上面放了太阳能 这就是洗澡间 看看呗 这是女宿 宿门窗 打不开 打不开 锁住了 得有钥匙 洗澡间 这洗澡间不小啊 你看里面的位置 看这房子就知道 不小 对 所以你说在城里 哪有这样的单独洗澡 单独上厕所的房子 洗衣服洗澡 在这一间 上厕所在那一间 嗯 走 到正房看看吧 看着这个房是很板正啊 小院也干净 房子也特别好 进到正房看看 有女的门窗 还有沙网 什么都 纱窗都有 这小房也很干净整齐 虽然没有铺瓷砖 它这个打的是水泥地瓶 也很亮啊 这啥打的这个地瓶 很好哎 嗯 这就是水泥地瓶 但是打的怎么这么亮 嗯 这个细水泥 精心抹瓶的 嗯这个灶台很很好 嗯 有一个大锅台 它这个这个桌子 这个这个橱柜我很喜欢 这个就是老事儿的橱柜 你看这个都很结实啊 嗯 上面出的瓷砖 这是瓷砖 瓷砖 嗯 嗯 这种竹竹纹的瓷砖 啊啊啊 穿小的 石墓的这种 这都是老式家具吧 做的啊 啊 穿石墓家具 嗯 嗯 看看右右边这间房 哎 等一下 你看这个它是个是什么 这是一个锅炉 这个是个锅炉 嗯 哇 它这个房子是有暖气的啊 对 有个小锅炉 嗯 进到里头看看这个 博士怎么样 也是很板正的这个炕啊 炕锡啊 也是板板正正的 拎包入住 嗯 这也是拎包入住 我看它这个暖气在哪 这有一片 对 它这烧了一个暖气片 啊 我觉得有这一片 这个房子差不多 是不是啊 嗯 上面有吊顶 嗯 嗯 还吊了个顶 嗯 素板的 嗯 干干净净的 这房子也不潮 这顶 吊得很漂亮 哎 它这离海边 只有一公里的话 这一点都不潮啊 发现了没有 墙上没有任何墙皮的脱落 嗯 你看看这间怎么样 这是坏房子的 原来的主人 收集的很好 哦 也很爱惜 是吧 设计的也好 这间 它本来是应该 按照别人家应该是有个炕 但是它家没有 用不上 它就做成一个 这个老家具 是哦 它这个家具是 这个家具 是个 哦 这是个 这是个 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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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像放凉的 但是 也说不上啊 嗯 但这可以看出来 这个家具是很多年了 老木头 这么大 这个房间还通了一个暖气 还有一个大火墙 你看看这大不大 嗯 这个大火墙也太大了 这个烧起来绝对暖 好 这么大一个火墙 就相当于是这么大的一个暖气片 对 这一个暖气片 这这么小一间房子 这冬天的时候得老暖和了啊 对 这冬天就是说你烧那个 灶台 做饭的时候用的时候 嗯 灶台也可以 烧那个锅炉也可以 嗯 我站在这个 一出门的位置 给大家拍一下小院的整体啊 呃 这那个 正屋呢 是三间哈 老张 对 呃 然后呢 就是偏房有一间 两间 还有一个三间 然后这是一个套件 四间五间 再加上一个洗澡间 一共就是六间房 小院面积有多大呢 你站着这块空地 啊 这个这个面积 大概在 八十平米左右 八十个平方 差不多 还真不小 就除去了这么多房子 还有八十个平方 真不小哈 这一南 一南一北都是瓦房 嗯 这边是青瓦 这边是红瓦 嗯 这小院不用改造 呃 对生活要求不是特别的挑剔 就可以直接入住啊 整个小院的情况就是这样